天网 平静的巷子里 八岁男孩惨遭劫耻 光铁化热之下 父亲频频跪地磕头 一块纹身 怎会酿成劫难 斗智斗勇如何化尽危急 都是纹身惹的祸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14年7月7日中 在惠城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的调度下 一枚监控探头 对准了巷道内的一家纹身店 两名中年男子并排跪在纹身店的门口 左边的这名男子是纹身店的老板李强 右边的是惠城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戏达文 但是我们就觉得了要给嫌疑人一个假象 针锋向队几度周旋 嫌疑人在门里面迟迟不肯露头 警方在门外左右为难 门里门外一场暗战正在上演 让犯罪嫌疑人离不肯走入我们部下的陷阱 7月7日中午11时30分 陈静从巷子离开 汽车前往女儿的学校 自从和丈夫李强开了纹身店后 她每天都会在这个时间接女儿放学 意外的是 她刚刚来到学校门口 丈夫突然打了电话 你过来一下 我说我过来干啥 等一下小孩还送她去上学 她有点事 她都没说什么事 李强的语气和态度 让陈静十分奇怪 女儿还没接到 为什么要急着催她回去呢 正在陈静纳闷的时候 电话里传来了一阵哭声 小孩子哭得好大声嘛 一般我儿子他一般都不会这样子哭 一般你说他就眼泪掉下来 他也不会哭自身 儿子在纹身店由丈夫李强照看 电话里痛哭的孩子应该就是自己的儿子 陈静顿时感到事态的严重 他立刻骑车赶往店里 你好 101010了 114所 你好 就在陈静赶往纹身店的同时 惠城区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案 在城区的一家纹身店内 发生一起劫持人质的案件 被劫持的对象正是陈静年近8岁的儿子 我当时一个心理状态就说 哎呀 我说糟糕啊 自己下去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 情况紧急 智慧中心立刻协调警力赶往现场 与此同时 陈静已经赶到了纹身店 有气无力的他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一名男子将他的儿子夹在怀中 手中的匕首正夹在小孩的脖子上 我就问他 我说你干什么呀 他你别进来 他不要我进来 他也不要我说话 他你别进来 你出去 原来这名男子闯进纹身店 劫持了孩子 向他们索要三万元赎金 并且明确提出要求 不得报警 否则立刻伤害孩子 他一分钱没点少 立刻马上去拿 到一点半之前 得必须来过来 你要钱我就给你钱 我说你要三万我小孩 我都要你的名 他就叫我出去的 此时 特警 武警和惠城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 已经纷纷赶到了向道两侧 由于现场位于巷子的中断 警方不能贸然进入巷子 他们只能先在外围进行警戒 自己接近现场 因为我没到现场 我不知道现场情况是怎么样的 去了又一定要留解摸清现场的情况 我们才可以做出研判 接近后 指挥中心就开始在现场附近搜索可以利用的监控探头 文身店的斜对面有一个探头 可以观察巷子内的情况 但是由于探头位置比较高 仍然无法排到文身店内的情况 民警只能在走访中 了解中心现场的情况 闻身店所在的巷道 宽度不足五米 巷道两侧分别有一个出口 连接着两条马路 而且嫌疑人位于一个隐蔽的空间内 这样的中心现场 无疑会给警方的处置带来巨大的困难 巷道太窄 我们没有办法大兵团的一下子推进 他处在这个房子 这个小店铺里面 12点45分 妻子陈静已经去银行取钱了 丈夫李强一边守在门口 焦急地等待着赎金 以便暗自琢磨办法 当时我有这个想法 我继续准备给这个刀躲下来 但是我又看到有小孩子当中 有人顾虑 怕一个人搞不定的话 就伤到小孩子 思来想去 李强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警方身上 为了稳住劫匪的情绪 他也只能故作镇定地与劫匪聊天 尽量拖延时间 而对于警方来说 摸清文身店内的现场情况 成为摆在面前的当务之机 因为当时我们穿的都是制服 所以我们当时是不方便进入现场 12点46分 两名便衣民警 首先进入巷子里的一家超市 准备司机对现场情况进行观察 12点47分 去玩赎金的陈静回到了巷子 在他急于返回文身店的时候 被民警截住了 陈静出现后 民警再次对中心现场的情况进行了确认 文身店不足10平米 而且没有窗子 根据陈静的描述 警方开始对嫌疑人的状态展开分析 如果属于系统人员的 这个基本上 这个靠语言上来谈判的就没有可能了 因为系统人产生犯觉 根本听不见人去讲话 也没有理智去判断 警方在名处 而嫌疑人在暗处 当前 警方连接近嫌疑人都做不到 如何解救他手中的男孩 正为他们十分棘手的问题 这名男子为什么会闯进文身店 为什么劫持了这名男孩 他究竟是谁呢 劫匪情绪激动 孩子陷入危机 空间狭小的犯罪现场 警方无计可施 三处伤疤 一块纹身 激烈的冲突背后 又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劫纳 都是纹身惹的祸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十几分钟过去了 面对持刀抢劫儿子的嫌疑人 李强说的口干舌燥 渐渐无话可说 妻子陈静取得赎金还没有到 一直故作镇定的他 也有些慌了神 因为精神高度紧张的他 没有发觉警方的到来 也没有注意到巷子口 被民警拦住的妻子 对于警方来说 三万元赎金究竟要不要给 怎么给 这都是眼下急待解决的问题 因为此时 警方根本无法与嫌疑人 进行正面接触 这个向道比较短 如果我们调动警力 或者人员进出 稍微不注意 嫌疑人容易发现 警察已经赶到现场 因为这个情况下 他有相当强的不安情感 一旦刺激 可能就是说 他可能就会行为 更加失控 这也由我们考虑的 一个场面了 眼前嫌疑人能够接受的 似乎只有李强一个人 警方希望李强成为 他们与嫌疑人对话的 传声筒 于是 民警和陈静在巷子口 不停给李强打手势 示意他走出来 一筹莫展的李强 突然发现了 向他挥手的妻子 他借口出来拿钱 离开了嫌疑人的视线 我们也跟他做了一些 指导性的工作 首先要稳住 疑犯 疑犯提出的任何条件 给予答应他 目的就是为了 保证小孩的安全 趁李强离开店门口的时候 率先进入巷子的 便衣民警 假装路人 从文神店门口经过 并对店内劫匪 和人质的情况 进行观察 如果突然 全部是一条街 没有人走过 他可能会怀疑 报警了 那我们进进出出 有男有女进出 很自然的 让他看到 就像品尝一样 根据李强的描述 嫌疑人应该没有意识到 警方的介入 情绪也比较稳定 如果能让李强通过谈判 解决问题 无疑是万全之策 尽量能促成他谈判 终止犯罪 或者说我们来 通过我们的努力 能够制止了他 把这个犯罪继续審划下去 12点50分 李强回到店门口 试图与嫌疑人进行交涉 当他再次站到 嫌疑人面前的时候 嫌疑人脖子上的纹身 让他百感交集 他没有想到 一年前 他亲手纹在 嫌疑人脖子上的图案 会给他带来 如此的劫难 这名劫匪 其实是李强 曾经的一个顾客 李强曾经当过兵 他退伍的时候 纹身正日益成为 标榜个性与时尚的符号 于是他办事学艺 成立一名纹身师 并开了这家老兵纹身店 在他的苦心经营下 生意还算不错 不过一年前 他接待了一位特殊的顾客 第一次来的时候 就是来纹身 来纹身盖了个疤 这个年轻人 自称叫钟义 也就二十来岁的样子 与很多人不同 他纹身有自己特殊的目的 因为一次意外 他脖子上 留下了三处烫伤的疤痕 我觉得别人看到我这个疤 所有人一看到我 我就见面他 看到我的疤 脖子上的伤疤十分明显 久而久之 这三处疤痕在钟义的心中 留下了一块阴影 一个鸡蛋被人砸到地上 永远都坏了 永远不能像以前一样 你说 这是这个想法 事下看到很多人纹身 钟义突发奇想 他试图通过纹身 来掩盖这三处伤疤 以弥补补区上的瑕疤 由于中义的伤疤 集中在喉咙附近 作为一名纹身师 李强还从来没有给别人 在喉咙处闻过身 抱着负责任的态度 他向中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中益坚持自己的意见 李强也没有多想 由他挑选图案 根据中益的要求 要盖住三处疤痕 图案就要覆盖住脖子的大部分区域 经过商榷 双方最终敲定 用樱头和翅膀的组合图案 来覆盖疤痕 但是李强心中 还是隐隐觉得有些不妥 用这么大面积的纹身 覆盖脖子 实在太明显了 是有一点点那个预感 就是怕它以后洗嘛 预防它就洗嘛 不是要到时候要洗的话 黑色要好洗一点 彩色的要洗更多次 你就不要去搞彩色的 就搞黑色的 然而中益却执意要用蓝色的染料 他的坚持让李强无法拒绝 李强只好按照中益的要求 将图案纹了上去 当时对于中益来说 用纹身覆盖住伤疤 无异于根除了一块心病 然而伤疤已经被盖住了 又是什么原因 让中益在一年之后 将刀对准了李强的儿子呢 在与民警沟通后 李强再次站到了纹身店的门口 与中益谈判 由于缺乏谈判经验 李强只好再次回到外围 与警方商量对策 不过李强这一次的举动 却引起了中益的怀疑 他突然从店内探出头来 向外张望 但是很快他又缩了回去 似乎并没有察觉到异压 犯的嫌疑的一个视线的这种极限 他不能发现我外围的警力 他很可能错认为 所有人并没有报案 他们只是说 私下里来处理这个事情 李强走来走去 但是依然是空手而归 两人又断断续续谈了五分钟 由于一直没有见到赎金 劫匪开始变得焦躁不安 为了最后的解救 另外两名便衣民警 以纹身垫斜对面的太阳散飞掩护 继继续向中心现场靠近 就在他们一边观察现场 一边等待指令的时候 一个意外的情况突然发生了 看到李强突然跪地 警方意识到情况开始恶化 这时身穿便衣的派出所所长 李玉军迅速进入现场 准备刺激采取行动 跪地哀求 劫匪却愈发情绪激动 空间狭小 解救人质困难重重 曾经的顾客 如今的劫匪 小小纹身 又为何让他 走上犯罪的道路 都是纹身惹的祸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李强突然跪地 让警方措手不及 派出所所长李玉军 马上进入巷子 虽然他很快就通过了 纹身店的门口 但是一瞥之间 他已将店里的情况 看清楚了 此时警方根本无法 采取行动 但是我看到现场 这个条件是鼓励于 我们抢攻的 就是冲进去的 因为他里面看得到我们 一到了他 可视线的万维内 他就可能会 采取过激行为 便宜民警 无法破门而入 如何解救人质 警方难以找到 合适的突破口 为了防止事态 进一步恶化 民警决定 先让陈静 将三万元现金 交给李强 暂时满足嫌疑人的要求 试探他的态度 第一步看到了钱 第二步能拿到钱 第三步能安全地离开 他无非就是这样的心态 嫌疑人拿到钱后 会不会马上就走出来 他会不会挟持着孩子 一起出来 这些都是未知数 李玉军经过纹身店后 进入了旁边的店铺 进行隐蔽 同时用手势 向其他民警进行了布置 刺激实施抓捕 他就可能一个人出来拿钱 小孩留在店里面 就自己出来 我们拿地上的钱拿了 就走 原来我们抓过他 十三年整 陈静将三万元现金 交到了李强手中 然而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正当李强要将三万元赎金 交给中益的时候 他却突然变卦 提出了新的要求 他又提出增加两万 一共要五万 他提升了他的一个 说求的一个要求 少一点行不行 他说不行 他立刻马上 他走三二兜 马上去起钱 他已经开始走错了 我说行行行 我说马上去起 藏藏加码 如果嫌疑人胃口大开 将至警方 与极其不利的禁闭 为了一方万一 临时指挥部决定 让狙击手进入现场附近 寻找射击位置 在狙击手对现场 进行了初步的观察后 他们发现 此前遇到的困难 仍然无法回避 嫌疑人一直处在屋内 巷道又十分狭窄 狙击手根本找不到 有力的射击位置 当时在当铺里面 是没有条件的 因为巷子很窄 它的镜面 包括侧面都没办法 不知足迹手 而且室内灯光分暗 空间也很小 当时是没有条件 部署这个足迹经历 此时嫌疑人中意 正用双腿夹着孩子 手中的刀 距离孩子 只有毫里之差 那个鹰头和翅膀的图案 在孩子身后 若隐作现 这块纹身 究竟是怎样 引来灾祸的呢 在李强被中意纹身之后 鹰头和翅膀的图案面积 虽然有些大 但是好在 还是盖住了脖子上的伤疤 中意也算了了一桩心事 然而没过多久 中意就发现 这处明显的纹身 似乎给他的生活 带来了更大的困扰 他开始产生了悔意 坐车啊 脚在路上啊 人家感觉这个人 好像 好像我觉得人家 人家有点不正常 都在笑我一样 我也觉得 怎么这个纹身搞到这里 想去找工作 人家一看到就有个纹身 你是不是出去混的啊 或者是说刚才是混的啊 就是说都不录用它 他就在这两个条件底下来 就去了医院 想把这个纹身给洗掉 然而纹身容易 想要洗掉 却不那么简单 无论是在医院 还是在纹身店 都需要多次清洗 而且很难彻底清洗干净 洗这一类的纹身啊 可能要十次 或十来次 用激光打磨才能洗掉 另外一个就是说 每次的费用就比较高 可能都要两千块钱左右 一次两千块钱 十次就有两万元 这对于无业的中益来说 根本无法承受 中益认为 是李强在纹身的时候 没有尽到提醒义务 造成了现在的局面 2014年5月 中益第二次来到纹身店内 找李强索赔 你说我糊涂 你也会糊涂吗 是不是 你说这样讲 我说这个纹身你是自己要纹的 纹的时候我会告诉你 不要纹那个位置 不要纹那么明显 做的时候 我说颜色不要上那么浓 它是处于好处于点 这些东西我都跟你说了 那怎么会怪我呢 双方各执几件 谁都没有做出妥协 李强并不知道 就在那时 中益心中已经产生了罪恶的念头 而两个月后的今天 李强的儿子 竟成了中益所要赔偿的筹码 嫌疑人提出新的要求后 李强无所适从 通过刚才的观察 警方认为 嫌疑人反复无常 李强无法独自完成谈判 一直在外围指挥工作的 系达文副局长 临时决定 亲自进入中心现场 与中益直接对话 叫他去尽量谈 能谈的话 把孩子谈出来 他也表他有信心 他觉得他去谈的话 应该能谈得下来 感觉嫌疑人并不是特别的 这种爆炸 但是事情的发展 并没有警方预期的那样顺利 谢达文刚刚走到文身店门口 嫌疑人就立刻表现出 强烈的排斥 嫌疑人呢 就看到他 这个我们系统长比较高大 他说你是什么人 他有点害怕 你这个就站住 劫匪的情绪突然激化 谢达文并没有慌乱 而是顺势蹲在了父亲身边 也就是 单膝的就跪到地上 跟他讲 我们是亲戚 你放心 就是来谈 孩子给回我们 我们把钱给你 看到 谢达文也跪在了地上 中义暂时缓和了情绪 谢达文在与中义进行沟通的同时 也在观察劫匪的状态 并借机安抚李强 那边冷静 他说我们基本上都到位了 他去什么要求 你就答应瞒住他 就在这时 一个现场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意外发生了 旁边一家饭馆的老板娘 拿着晾衣架走出店铺 然后突然转身 向文身店走来 因为我们对这个处置工作呢 进行的比较隐蔽 所以包括周围的档口呢 他们都一开始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名女子竟然站在了文身店的门口 向一边张望 她的突然出现 不仅挡住了劫匪的视线 也阻断了谢达文谈判的机会 警方将如何处置 现场又将何去何从 巧射谜局 警方布下天罗地网 情势危急 却突然出现意外情况 谈判破裂 对质迫在眉睫 飞身所候 强悍民警一招致敌 化陷为夷 都是文身惹的祸 天网栏目 正在播出 正当谢达文与中义进行谈判 试图寻找机会的时候 这位不知情的女子 突然出现在店门口 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他那就觉得小孩子的父亲呢 就是跪在地上就很奇怪 他就过去看一下 黄毅女子很快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店里 然而之前谢达文的出现 已经让杰匪感到不安 段时间内连续出现两名陌生人 这让中义的情绪瞬间爆发 一个意外的情况让谈判破灭 谢达文也只能撤回到巷子口 向专案组掩饰 解匪和人质的状态 开始布置最后的解救方案 警方决定 让两名经验最丰富的便衣民警 一左一右 埋伏在温森殿两侧的商铺内 组成解救人质的第一道 也是最关键的一道防线 这时在警方的帮助下 陈静终于凑齐了五万元现金 而劫匪的情绪却愈发不可捉摸 他不断要求李强跪在地上磕头 是否要继续无休止地满足嫌疑人 是摆在警方面前的一个问题 猜测不到嫌疑人 下一步的举动是什么 就是像我提到的人说 要完五万了 会不会见财欣喜 知道这个老板还有钱 继续要 然而此时的情势 已经容不得继续思考 事不宜迟 谢达文立刻带领两名中队长 再次进入巷刀 准备实施营救 在经过纹身店的瞬间 张卫星将店里的情况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 短暂地分析之后 这样的位置条件 仍然不适合警方冲进店里 详细解救 而保证人质 豪发无损 更是难上加难 为了最大程度保证人质的安全 唯一的方法是 让嫌疑人从纹身店里走出来 但是嫌疑人一再加码 如果他拿到钱 会不会再提出其他的要求呢 分析好嫌疑人的心理 这个是最别重要 所以我们就尽量营造 让他感觉能安全 逃离的这种现场 这种环境给他 让他产生误判 让我们才有战绩 13点11分 西达文再次以亲戚的身份 跪在李强身边 目的是为了指导他 如何将中意 从店里引出来 就是说 在当你把那些 嫌疑人需要的款项的时候呢 就尽量把嫌疑人 给引到外面来 此时 原先的三万元现金 就放在李强面前 另外的两万元 也已经筹集完 西达文正在对解救方案 做最后的部署 然而 现场的情况瞬息万变 埋伏在两边的民警 还需要见机行事 当时我就判断说 他随时可能会出来 但是说 预判的方向 就不知道说 是在走我这边 还是走安提队那一边 很快 西达文将另外的两万元钱 也交给了李强 李强将五万元 用塑料袋包好 按照计划扔到了店门口 看到钱后 嫌疑人并没有立刻 从店里走出来 而是提出了新的要求 让李强给他叫一辆出租车 这时嫌疑人终于从店内探出头来 他用持刀的右手将钱袋拿起 左手还紧紧地拽着孩子 在一旁的张卫星 此时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等待时机 左手牵着那个小孩子 就往我这个方向拐了 因为我在小店里面能斜斜 看得到他的这个 那往那里拐 我就已经往那个门口这里靠了 出门以后 嫌疑人警惕地四处张望 但是他的注意力 似乎还集中在李强身上 一个转瞬即逝的战机 突然出现了 就是我拎头往北看了一下 那我就认为那个时机是最好的 我抱着他 我要往这右边说一道话 就是送到他这把包 往那小孩子那边去 这个就不那些 我就只能是说抱着他 往左边说一 也正是张卫星迅速地反应 让人质在第一时间 脱离了嫌疑人的控制 完成了一次有惊无险的完美解救 保障人质的安全 释放在第一位 就不管说你处理这个案件 最后结果怎么样 我们评判的标准 就是人质是否受到伤害 如果人质死亡了或者重伤了 那么你再怎么说 这个处置都是失败的 如果人质是安全的 毫发无损的 那么我们认为再怎么说 这都是成功的 解救人质之后 现场的所有人才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 大家都没有想到 都是纹身惹的祸 这种有矛盾纠纷产生之后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的相关这些组织 可以及早地进行一种借用 对这种情势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疏解 不要往越来越偏激的方向走 以一种比较更加理性的 合法的方式来解决 它面临的这些问题 然而面对纠纷 忠义选择通过违法犯罪的手段 来解决纠纷 这也终将让他得到法律的严惩 近日 惠州市惠城区检察院 以绑架罪 对犯罪嫌疑人忠义提起公诉 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寂静的山谷 一幕悲剧正在上演 神秘的乡村 一个隐藏至深的秘密 南巡的杀人动机 蹊跷的各种隐遇 他们究竟想极力掩盖什么 警方该如何破解难题 山谷里的报复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